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正是农市繁忙的时节 小满之民也是提醒大家要保持勤劳 不可以慵懒 农作物的颗粒可以饱满 但是人心不可以自满 在大吉沙的龙平稻香园 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 负责人介绍 南方的水稻现在处于运碎期 颜色开始慢慢转黄 想要稻谷高产 就要把握好现在这个关键时期 通过运碎 然后它的这个杆布的话 会慢慢变得粗壮 到了这个阶段的话 主要就是首先是要控制 这个稻田里面的水 要晒田 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要进行这个病虫的观察 同时的话呢 我们会做一些 这个稻田长势的一些记录工作 到7月中下旬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双墙工作 早造的水稻收割 然后还要迅速地 把这个晚造的水稻要种下去 在中国南方的农村 不少家庭会养残 小满节气时 新丝将上市 这时候春残已完成节俭 正待采摘烧丝 残丝须等残节俭后 抽丝而得 残的话它其实全身都是饱 残有嘛 它是高蛋白的一个东西 也可以吃 那它的这个丝呢 可以自成围巾啊 丝巾啊 还有棉被 残杀呢 它是可以入药的 清热解毒的 因为是小满节气嘛 又叫起残节 我们也会有这样的 学习是把这样的绳子 残丝缩成绳子以后 给小朋友戴在手上 涂上五连六色的颜色 就是有一个美好的绿衣带 小满是一个节气 也是一种心态 小是成长 满是希望 积聚下来的所有能量 都在酝酿着收获的希望 夏至未至 小满未满 一切欣欣向荣 愿大家保持小满状态 静待盛夏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